嗨各位我是尹川一 歡迎再度來到我們的戰鬥場面排行系列 不得不說 雖然最近這些年 我們老是聽到各種動畫業界疑似要玩的沮喪消息 不過這個2019年 不管是進階巨人第三季強勢回歸 第三度展示自己不敗的霸權風範 還是鬼滅之刃的睡之呼吸 十九話一話一棒打的所有跟風狗 急急蠻王跳上動畫的末班車 如果真要這樣回想起來 那今年其實還過的也算是挺滋潤的嘛 而到了10月FGO第七章絕對魔靠戰線 又準備來狠狠的刪那些騎人優天傢伙的耳光了 隔壁棚才剛登上年度霸權王座的幽浮桌 椅子都還沒有聞好 就大有一個被行樂一屁股擠下來的勢頭 你知道這就是一個 老師行樂同學又開外掛的概念 好吧先不扯這個我們馬上來看看井川一的純絲星本作最棒的五場戰鬥場面吧 是的我相信各位常看這個系列的人都很熟 我從來不會就乖乖的只丟五個上來啊 反正首先第六名我們看到的是 恩奇度 vs 安娜還有馬修在叢林裡的對決 這是蘿莉R姐第一次的動畫裡面登場的戰鬥 也是上一畫感覺人還不錯的恩奇度 非常乾脆就跟藤丸他們翻臉的一擊 為什麼這場戰鬥會上網的原因? 當然除了安娜真的很香之外 重點是我們這邊來看到安娜 極高速的閃過所有雷射 往前速度砍到恩奇度的部分 她那個速度感實在是太完美了 再加上動漫戰鬥定律的這個明明是在打架 但總是會有幾個人一定要像這樣 先把臉衝上去蹭敵人的臉的橋段 對仔細想想這實在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不過只要看起來帥就行了你們不要想這麼多 總之這一小段戰鬥只持續了大概一分鐘左右 漂亮的展現了這個FGO第七章的動畫是如何處理動作場面的方針 也就是要短小驚悍 追求在對短時間內用最高的精緻度去搞一場戰鬥 並且大多情況一擊只會有一場 再來呢沒有第五名 我們直接看到了第一個第四名的戰鬥 恩奇度對上吉爾加美什的沙灘對決 沒錯就是那個有巴比倫為風靈波那場戰鬥 關於這場戰鬥為什麼會這麼棒 其中的一大原因不外乎就是這一次 我們極少數真的可以看到金閃閃 實際自己上場拿武器打架了 以前公職的金閃閃最大的特色就是凡是戰鬥 他幾乎是絕對不會進入所謂攻擊態勢的 他永遠都是像這樣站得遠遠的 然後在旁邊亂射東西 每到他會想要正常打架的時候 那他通常也差不多快掛了 不過這一次金閃閃他終於稍微有點認真在戰鬥了 雖然也就是拔出一把斧頭彈開幾串鎖鏈 可是光是從這一套俐落的動作我們就能看得出來 人家真心是會幹架的啊 然後這邊非常值得提的一個小細節就是 金閃閃叫出斧頭的時候 他的重心稍微往左邊傾了一下下 這一個小小的動作不只展現出了原畫師對人體自然動態的細膩觀察 也展現出了金閃閃其實沒有特別想要用太大力氣的小白 接著第二個第四名 馬修跟伊修塔爾vs魔獸 沒錯又是動畫最早期的一場戰鬥 雖然說這其實也不是我們第一次在動畫上看到馬修和他的巨盾戰鬥 但是不得不說 FGO7的這個版本絕對是目前為止做得最傳神的 盾戰鬥這件事本身新奇嗎? 應該算 至少在美國隊長出來前都算 可是你知道 跟美隊的飛盤不一樣 馬修的盾牌是比他的人還要高的 像是這邊這個畫面你們可以看到 馬修拖著盾牌向前衝的時候 盾牌跟地板還擦出了一滴滴火花 既然如此那對原畫師他們來說 馬修跟他的盾牌之間的重心轉換 是他們到底能不能把馬修的戰鬥畫好的最大關鍵 至於他們到底有沒有成功這應該就不需要我講了 不只是甩盾而已 馬修也會間接利用盾牌本身的重量來把他的身體甩出去踢人 整體上馬修的攻擊需要呈現出來的 就是起手時要非常緩慢 然後使力甩出時又必須立即加快的這個緩擊相間的節奏 至於伊修塔爾後面秀的那小段我也就順便一起算進來了 這裡就必須提到這一整個第一集裡面我覺得作畫最強的一個cut 也就是這邊這個迴旋梯 我們就暫且將他命名為魔靠螺旋角吧 前面我提到了馬修的重心這件事喔 這邊的伊修塔爾就原理上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畢竟跟馬修不同的是人家會飛嘛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伊修塔爾也是被一個類似引力的力給往前拉 隨著伊修塔爾的身體自然旋轉慢慢加速 最後一腳扎在魔獸的身上 這一整個過渡是如此的優雅並且完美 沒有什麼能比這個更能展示人家泰然自若的女神風範了 因為...除了這個部分他基本上就是靈本人嘛 再來第三名是第三話 馬修跟安娜兩人在王座廷與金山閃的戰鬥 雖然已經到了第三名喔 不過我得老實說我能講的東西其實也不怎麼多 主要這邊我是要來講我在本作裡面最愛看他打架的一個人 跟安娜 一般我們在動漫裡面可以看到的戰鬥 如果你有發現的話 一個人手上拿複數種武器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 頂多就二刀流、三刀流、六刀流這樣拿複數拔 同樣種武器的模式 要不就直接空手 空手反而還可能是最多的 至於是為什麼呢?我想答案也不難猜 也就是因為這樣比較單純比較好畫 只有在電玩裡面你才能看到比較多這一種超帥的 多種武器互相搭配的漂亮連招 可是這也正是安娜的戰鬥之所以 看起來會這麼有趣的關鍵 因為動畫吧 他使用鐮刀跟鎖鏈 這兩種八竿砸不著武器之間的搭配 呈現的實在是太好了 而這場打金閃閃的戰鬥對我來說 正是這一個搭配組合的最佳典範 我們直接來看幾個設計的很巧妙的動作好了 首先各位應該都能看得出來 而且現在… 對是槍職 可是他自帶的鎖鏈跟鐮刀還是在的 只是鐮刀變成死神會拿那種大把的 鎖鏈變成了兩條 一條接鐮刀上一條接右手 所以在這邊 各位有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當安娜一開始事先把銀鎖鏈射出去之後 一瞬之間閃了一下黃光 這是金閃閃他的雷射 然後本人則直接躲過了連著鐮刀的黑鎖鏈 不過安娜卻直接利用被雷射彈到 捲到柱子上的銀鎖鏈 拉他當作軌道 沿路向下滑鏟試圖用腳直接踢中金閃閃 本人一個帥到不行 並且被人家閃過之後 安娜又繼續利用鎖鏈的離心力多繞一拳 然後跟馬修聯合夾提雞爾夾美時本人 但當然還是被擋住就是了 光是要設計出這小小一段大概40秒的戰鬥 原話是到底要放多少心思在裡面不言而喻 後面一樣伊修塔爾二度亂入的部分 動畫依舊是非常熟練的活用了安娜的鎖鏈 被一腳踹飛的同時還不忘把人家綁住 但後面卻又被直接反過來拿來纏住馬修的腿 嗯...雖然真要說的話幾乎整部動畫裡面 最被當成沙寶打來打去的角色好像就是安娜 呃...他在FSN的廢子線、UVW線還有魔衣 好像通通都是一樣的待遇 但是光就打鬥設計這一點必須說 我覺得安娜是這組花最多心思在上面的 然後我們又要來挑名次了 這次FGO第七章動畫 最佳戰鬥的第一個 第一名我們看到的是第八話的牛肉丸跟烈歐尼達斯 對上哥爾共的神話之戰 好吧要不是有這場戰鬥我大概也不會值得把這次影片給做出來啊 這場戰鬥不用說 就跟近距第三季的冰掌砍頭 還有鬼滅十九話的探考蜘蛛同樣 都是屬於那種製作組擺明就是要靠這一話來裝一個大B的所謂神回 牛肉丸堪稱外掛的一人坦王八騷跳這個我就不再多贅述了 我跟你們保證 接下來不管是哪個剪輯大神以後出Fate的Mad 絕對百分之百 不可能會漏掉這一場戰鬥 看看這個烈歐尼達斯的全力值 從臉到手然後依靠特效的遮掩幾乎無痕的撿到槍在飛的畫面 然後我們直接透過他射出來的那個洞 看到烈歐尼達斯本人更讓人感受到這一集的威力 看看這個牛肉丸的高速衝刺 你知道除非你飛得要像個神仙一樣站著直挺挺的同時 又要咻咻咻的這場上跑得超快 不然戰鬥劍的跑步大多都能很大程度堆積畫面上的張力 為什麼刀劍神域的冷兵器戰鬥可以這麼棒 很大程度就是因為他真的很願意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牛肉丸直接高高跳起給劍點火 用幾乎接近自由落體的狀態往哥爾貢墜落 動畫真的非常喜歡這種墜落式的身風特攻隊攻擊 因為他除了可以完全無視重力 讓角色360度做出各種華麗的動作之外 還可以知道一種停不下來只能硬著頭皮上的緊張感 而這邊牛肉丸先是把一顆舌頭給碎了之後滑行了一小段 然後空凡使出一記冰掌牌的迴旋劇 然後最爽的是彈開了一大道雷射 你們看這短短的幾秒內他到底做了多少事情 最後用反譜歸真沒有顏色也沒有音樂的彗星一刀收尾 看得出來原畫師們真的玩得很開心喔 而這也是我覺得所謂日本動畫打戲最無可取代的地方 真人動作系的那種就不用講了喔 就算是3D電腦動畫也幾乎是不可能創造這種手繪動畫天然的速度感 律動感跟一體感 打從第八話播出後推特上到處都是有參與第八集製作的動畫師滿他們分享的原畫 那個數量真的是挺驚人的 可見行樂這一次確實是砸了重本這這部動畫上面啊 OK終於來到了壓軸的第二個第一名就是第四話加嘎滿 大河vs馬修還有安娜的混戰 別緊張我並不是要說這場戰鬥有比上一場還要精彩 只是這一個系列的最後一部我通常會拿來放我個人的私心推薦而已 關於這場為什麼可以跟牛肉丸並列第一 是因為他完美濃縮了所有這部動畫的戰鬥我最喜歡的幾個點在裡面 流暢的肢體華麗的運鏡還有非常簡單人對人的近距離搏鬥 以及最重要的各種角色徹底不同的戰鬥方式 武器單一攻擊簡單但沉重的馬修 使用鎖鏈跟鐮刀攻擊模式華麗且多樣的安娜 以及活力過剩拿著一根棍子 就直接把另外兩個人吊起來打的大河 沒錯不只是他光看就知道根本就是來鬧的武器還有衣服 你從大河的一舉一動都能感受到他完全就是在玩樂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 這也是整場戰鬥我最愛的一個段落 就是這邊這個大河跟馬修雙風打的你來我往互相讓的部分 鏡頭快速的圍繞著兩個人在轉 基本上只要牽扯到鏡頭那就可以說是最考驗動畫師實力的部分 因為你知道動畫是一個用手畫的平面的東西嘛 那想當然爾 二次元的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鏡頭這種東西的 應該說鏡頭就是絕對靜止不動的 所以說如果一個圓畫師他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創造出一種立體 彷彿真的是用拍的立體感的話 那他就真的非常屌 就跟你能使用拳擊中呼吸常中一樣屌 前面我們提到的第八話牛肉丸也有兩個卡的非常厲害 第一個就是這邊這個 他從螢幕的右邊進來刷了兩下 然後用一個偏俯視角的角度來到畫面的前面這一個部分 牛肉丸的男扮丸真的很 你們以為我剛剛是在開車嗎? 才不是呢? 我是在稱讚原畫師們的透視技法制承受好嗎? 第二個就是牛肉丸剛開巴騷跳 瘋狂把舌頭對半切的部分 鏡頭是緊緊跟著牛肉丸的刀尖的 後面才緩慢回到他肉體上 總之就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卡的 呃等等我們本來是講什麼來著的啊? 喔對大和跟馬修 這一個大規模360度的旋轉運鏡 應該沒意外是我整部動畫裡面前三名喜歡的一個卡的 而且更溜的是 當遠方的安娜趁機想用鎖鏈要勾住他時 大和還是用了一個跳馬背的動作不費吹灰之力就躲過了他的攻擊 他穿布偶裝加一根棍子還穿球鞋 光是這樣看下來已經很鬧了 可是這場戰鬥厲害就厲害在 動畫師基於大和本身已經非常惡搞的設定 還是這樣給他量身打造了一套不失本人特色的同時 也能夠看起來非常強非常帥的動作模式 所以他跟第八話的牛肉丸無雙並列第一名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絕對魔獸戰線巴比倫尼亞的前五名最佳戰鬥的排行啦 不只是解析劇情或者設定 研究打鬥設計也是幫助我們了解一個角色的重要一環 而我必須說 像FGO這種每個角色都用各自不同的武器 各自不同的風格交鋒的動畫 其實是對我這種愛打電動的小孩來說最吸引人的 這動畫我真的是看的非常開心 好吧我是景川一 如果各位有想到其他戰鬥場面也非常屌的動畫 那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搞不好以後我就會拿來做 也別忘了留下屬於自己的前五名FGO戰鬥排行 我是景川一我們下部影片見